傳統中醫藥有很優遇而且豐富的律師 是世界上最孤狼的文化 而且不斷實戰 形成的醫學基因 中華修團便為了擴大中醫精療學部 將中醫部搓到新的地方 全新的空間和學部 讓人家在看醫生的過程更舒適 中華修團便為中醫部新地點 就位在原本中醫部的後面 並且我在停車到旁邊 方便人家的出力 中華修團便宜藝中表示 修團中醫部不讓中華地区鄉親已經30年 為了夫婦鄉親對傳統中醫醫學的基盤 並且中合中生意的治療 當時讓行動不變的環節便利的主義空間 所以中醫部說到門進大樓一樓停車中邊 我們知道我們看中醫其實很多環節 年紀有那麼大 行動也比較不方便 舊的空間也比較舊 所以利用這個空間 就在停車中的旁邊 車停在等你來 所以第一方便 第二我們最近的中醫師 大家都是年輕友 你看李友文是最資深的 下面還有很多中醫師都非常的 這個陰菌瀟灑又美麗 很多都是博士 中華修團中醫部主任表示 新的中醫部都是設在身上的設備 提供各品一個醫療服務 也還有得完的特色門診 我們現在有一些溫熱療法 那就是說我們會做一些中西結合的門診 然後西醫的病患 包括一些癌症病患 在做一些西醫的放射性療法 或者是一些電療了以後 那身體的狀況可能會比較虛弱一點 那我們同時會引進了一些溫熱的療法 然後就是想說治療癌症的話 我們就會把身體的一些溫度把它提高一點 然後提高一點的話身體的免疫機能也會更好 然後藉此能夠提高免疫來 更能達到一些妨礙的一個作用 隨著醫療的進步 各人平均受命嚴重 台灣已經進入高齡社會 以過2026年 會到65歲以上人口 降百分之二才會超高齡社會 讓中醫生為老大人身體無限最重要的這個選項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